好,我们现在开始上天文的月球跟月象盈亏 先讲的是有关于月球的概述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现在来讲是不重要的 不太会考的 有些课上草草就没有什么内容 但是我还是教了 但是这不太会考 内容不多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会绕着地球转 卫星会绕行转 但是它除了绕行星转 它也会绕着恒星太阳一起转 都会有 那么月球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个 星星跑过来 跑经过地球都被地球抓住 然后绕过来就变成月球 叫做所谓的捕获桌 有的是认为是有一个 东西撞到地球上碰 喷出一大块 喷出那一块就变成了月球 这叫做撞击桌 还有说是跟地球同时形成 不同的讲法 那哪一种说法是对的 目前不知道 因为各个说法都有一些证据支持 但是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见过了 我听过的最神奇的说法是 网络上的谣言 说月球是外星人的太空船 它里面是中空的 然后外星人在那上面监视着地球 这是月球的来源 这是外星人的太空船 没有关系 高兴就好 反正月球买的我们不知道就对了 人类登陆月球之后 然后美国人把月球岩石带回地球 那从那个之后月球的岩石也就列入我们岩石圈的颜色范围 这我们前面提过了 然后呢月球的年龄跟地球差不多也差不多45亿年 然后月球表面有很多的坑洞 然后受到很多的 因为它受到很多的陨石的撞起 有很多坑洞 这是大家有喜欢讲法吗 我不想说你们这年代还没有这么讲法 就我们以前会讲那个 如果人的脸上如果青春痘长太多 然后留下一个坑坑啪啪就说要月球表面 这个学测也考过 如果你说月球是不是有很多的陨石 是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大气的保护 这个我们后面会带到 好 这就是以前会有考但现在不太会考的内容 就是月球看起来有亮亮的部分也有白白的部分 那个亮亮的部分就叫做高地 它是由白色的长石所构成的 它的年龄比较老 比较老 所以受到陨石撞起的比较多 所以坑洞也就比较多 那另外就是看起来黑黑的阴影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海 把它叫做海是因为它比较平坦 比较平坦 但是它并没有水 它的形成是 它的形成是有一个凹洞 然后被那个陨石撞下来 你叫岩浆噴出来 噴出来它一肤底 所以它比较平坦 那因为它是后来撞起岩浆噴出来 所以它比较凝轻 所以它的坑洞会比较少 它的噴出来的岩浆就是玄武岩 就是玄武岩 所以呢 它有个岩浆的颜色比较深 所以看起来它比较暗淡 比较淡淡 所以呢月球表面有亮亮的部分呢 也会有一些暗的部分 因为有些阴影看起来就有一个形状呢 就会有一些可爱的神话故事啊 什么 绿兔导药啊 无钢法粿啊 就像这样 就是那个影子看起来像兔子 我觉得兔子还有一点像 旁边像耳朵嘛 可是像无钢法粿 我就看实在想不出来了 无钢法粿就是说 砍一个贵树啊 跟那个希腊神话一样 砍一砍 然后就有人把他便当掉出来 然后就追他 然后是又长出来 要重新再砍一次这样 可能就是这样 反正就是这个影子就有一些 中国就有一些神话故事 来讲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 然后就砍就可以了 好 那月球呢 是一个史极的星球 来每一个 每一个不同的学科 说月球是史极的星球 原因不一样 物理学家说 月球是一个史极的星球 是因为月球没有空气 没有办法传声音 所以听不见声音 所以它是一个史极的星球 生物学家说月球是一个史极的星球 是因为它没有生物 所以它安静 没有生物活动 因为地科 地质学家说月球 是一个史极的星球 是它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地质活动 它没有什么板块运动 那我们前面有教过风化 它只有物理风化 没有化学风化 它也不会什么流水的青石 风水的星球 都没有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什么地质活动 有没有什么地质活动 所以历史学说它是一个史籍的星球 这是图维森老师的动画 这个动画基本上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但是有一个是未来我们要用你要背的事情 未来要用背要背的事情 46月一起了一个来自的剧情 我也可以有人听说 身不稳定啦 大约同时产生了所谓的 可以来得不大广泥和情侦从小的 这个上面的数字都不用背 还有什么大根都不用背 先管它 但是有一些是教会 这样他们以为了要消 可以收到基本上不要当回照 可以收到掌上的包装 他们就有一个 不够的家乡 这一个使命 只要用 可以再用很多套背 只要可以偷尔不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第一次念到这首词的时候 因为最后那一句 大家很熟一句 但月人长久千里共残缺 我以为他是写给女朋友 就发现误会大了 他写给他老弟 这是完全的错误 OK 刚刚讲过了 那段头影片的动画内容 其他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记得 地球绕太阳的轨道叫做黄道 太阳绕地球的轨道叫做白道 黄道跟白道中间有五度的夹角 这件事要记住